熊向辉是山东叶县人 1919年4月出生在关幻家庭 父亲是当地的县长 在家庭的影响下 他在学习上很是认真刻苦 1936年进入清华读书 在这里他接受了进步思想 积极参加我党的活动 同年12月入党 在七七事变后 清华学子被安顿在长沙 当地为了响应作战 成立了青年战地服务团 去往湖中南部工作 当时周公为了担心老蒋 在背后搞小动作 派出了熊向辉 让他去国军内部当卧底 湖中南对这个服务团很是重视 1938年春 他亲自对团员进行面试 看看有没有可提拔的人才 问到熊向辉为何要参军 他诚恳地回答 为了革命 这让湖中南很是诧异 继续问道 什么是革命 他镇静表示 孙先生的革命主张 就是驱逐达鲁 现阶段的革命就是抗日 只有认真去抗日 才算是践行孙先生一致 湖中南大喜 他没想就能在服务团内捡到宝贝 对这个青年很是欣赏 将他送到陆军军官学校中学习 随后又将他调任在自己身边 很快就让他成为机要秘书 当时老蒋下达的军令 都是熊向辉负责处理的 湖中南的命令也是他起草的 可以说他知道国军的大多数作战任务 熊向辉也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圈子中 甚至还和蒋伟国攀上关系 这更是让湖中南信任 在他眼里 这样一个公子哥能是共党 在西北军中 熊向辉比副司令的实权还要大 尽管位居高位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反而一直搜集警报 1943年6月 老蒋下达进攻延安的命令 熊向辉知道后 立马上报给周公 1947年熊向辉再次将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的消息传递出去 毛主席听闻感慨他一人可抵五个师 但很快胡宗南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为了避免被老蒋责骂 他警告军统别去调查此事 又让熊向辉留学 回国后他直接去往中南海 在外交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 2005年逝世 中年86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年4月